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 一個最近這個月頭才通過的法例 三讀通過了 就是因為要打擊洗錢和恐怖分子的資金籌集 會成立一個叫做 虛擬資產服務提供者的發財制度 以及貴金屬和保錫交易商的註冊制度 虛擬資產服務提供者 即是叫做VASP Virtual Asset Services Provider 會做 證監負責發這個牌 這個叫做7號仔牌 目前只有兩間公司有這個牌照 一間叫做OSL 另外一間叫做Hash 只有兩間發了牌 他們希望做一個規管 因為這些是一些虛擬貨幣的交易所 可以在這裏買賣 現在OSL大部分的買賣 都是一些比較熱門的 蜘蛛 即是Bitcoin、Ethereum 發這個牌照 其實是表明內地有機會想香港做一個試點 去做虛擬資產的中心 因為內地始終都是人多 一開放的時候很容易會亂 香港是很容易做一個試點 相對來說是比較規範 是一個金融中心 前兩個月就開了一個叫做Core Climate 其實都是在幫內地去做 因為內地如果一開放市場 全部開放給散戶的時候 又會是不知炒到 還有整個市場會是很誇張 香港相對來說 相對理性和規範會 是比較容易做得足的時候 它作為一個試點 試完整個系統 再搬回內地 也是未遲 現在在證監給一個寬限期 明年6月之前 你去申請 都有機會給你交易資格 給你交易資格 其實他們的衡量很簡單 你有沒有錢去銷 去繼續業務 你起碼有幾千萬 要去租一些寫字樓 要去請人 請那些RO 7號仔排RO是很難請的 叫價也不便宜 差不多十幾二十萬一個月 因為市場是很少 那些人又是RO 又是懂虛擬貨幣 這些是很少的 以及懂技術 這是一個未來的風口 今天想說的VASP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聊聊 拜拜